如何熬煮姜汤? 而增加姜片用量 亦生水不足以淹没姜片 则需增加水量至姜片全部淹没为止 若用干姜片增加姜片用量 需按比例增加水量 不论是用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第一遍或第二第三遍 皆以此法定水量 但第三遍浓度已淡 亦当保健用 二熬煮 关键在浓度 姜汤要浓缩到所加水量的三分之一 如50克干姜片加5碗水 则熬成约1.7碗 用普通炉灶或瓦斯炉大火煮开后改小火 或用电药壶熬煮 以不同器具约需2至4.5小时不等 其间尽量不要掀盖 若水分太多对重病患者造成负担 可以熬得更浓些 滤网过滤存放保温杯 陶瓷锅熬煮 建议事项 一热浆汤煮好后用滤网过滤 应存放在保温杯中 依需要服用 但不宜久存超过12小时 若绝变味则已变质 不可饮用 二 鲜姜若不立即使用 须至冰箱冷藏 干姜片 姜粉须密封 若要长久保存 则须冷藏 鲜姜粉须密封 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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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